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 对于这场危机啊 全世界的人恐怕都有两个没想到 全个有用 俄罗斯卢不必直 战争最开始之时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恐怕都觉得这场战争顶天了 能持续一个礼拜 乌克兰极无还手之力 俄罗斯会打一场速战速决短平快的闪电战 要么占领乌克兰全境 要么逼迫泽林斯基投降 然而很显然 乌克兰也算是个大国呀 人家有接近5000万的人口 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是比法国德国还要大呀 所以军事行动上 俄罗斯并未能取得速胜 而另一方面呢 大家还有一个没想到 就是俄罗斯的经济 怎么会这样的强韧 在西方世界几千个制裁令之下 俄罗斯今天经济还没有任何崩溃的迹象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俄罗斯的卢布的弊值 2月24日 俄罗斯动手当天 卢布就开始出现了快速贬值的迹象 这很正常 毕竟战争一打 经济不稳定 谁都有这样的认知 而且历史上 俄罗斯的卢布是曾经大幅贬值过的 当年苏联刚刚解体之后 叶利钦上台 他推动了休克疗法 结果使得一夜之间 卢布贬值了上百倍上千倍 很多俄罗斯老百姓辛辛苦苦 积攒了一生的财富 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了 甚至苏联最后一任总统 戈尔巴乔夫都感慨说 本来苏联刚解体之时 他跟叶利钦谈好了 他的退休金是每个月4000卢布 当年卢布跟美元的比值 几乎是一比一 所以你这4000卢布 大概价值4000美元 可以让戈尔巴乔夫 有个非常优渥的晚年生活了 然而卢布贬值之后 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 变成了每个月大概2美元 你让他怎么生活呀 俄罗斯经济因为卢布 避值的暴跌 而陷入到了深渊之中 确实一整代俄罗斯人 对此都是有着惨痛的回忆的 所以战争刚一打响 很多人都担忧啊 俄罗斯的卢布的避值 会不会也像当年那样 一泻千里呢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军事上不敢有大动作 因为他们担心 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在经济上 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把你的财产封了 把你的外汇储备封了 把你的公司个人财产也封了 对俄罗斯禁运 西方世界所有的商品撤离俄罗斯 甚至动用经济核弹 把俄罗斯大量的银行 剔出SWIFT的系统 这一个又一个经济制裁之下 俄罗斯的币值也不断的下跌 很多人真是担心我 有没有可能 乌克兰这边仗还没打完呢 俄罗斯经济就彻底崩溃了 然而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战争一个多月之后 卢布的币值神奇的回来了 就在这两天 一美元折算卢布 又回到了80左右 回到了战前的币值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制裁 一日猛似一日 但是俄罗斯卢布的币值 却一天比一天坚挺呢 是的 俄罗斯这场经济仗说实话 打得比军事仗还好看 在俄乌冲突爆发的24小时之内 俄居民和企业对现金的需求 比平日增长了58倍 达到了1113亿卢布 创近两年以来的新记录 俄罗斯上一次出现挤兑现象呢 是2020年的3月27日 当时新冠疫情刚刚开始 俄政府对大额存款征收利息税 当天俄居民和企业从银行提取了 1749亿的卢布现金 是的 当灾难瘟疫战争到来之时 一方面本币的币值会贬值 另一方面老百姓会大量的从银行中取现金 一度啊 俄罗斯的很多手机支付系统是不好用的 那么如何应对卢布贬值和通胀的风险呢 2月28日俄罗斯央行宣布 把基准利率从9.5%上调到20% 以维持金融与物价的稳定保护民众储蓄 此外俄洋行还采取了动用外汇储备 干预外汇市场等措施 这个提高利息很关键啊 虽然说全民当时都感觉到啊 这个卢布会贬值 但是毕竟有很多人看好着高达20%的年回报 要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低利率时代了 美日西欧等很多国家干脆是负利率 在我国你一年定期存款 你也拿不到2%以上 这下子俄罗斯一下子给20%的高息啊 众赏之下是必有永福的 会有很多人看好俄罗斯的经济 把卢布存到银行中去的 与此同时 在3月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签署了 关于保障金融稳定补充临时措施的总统令 规定从3月2日起啊 俄居民向不友好国家人员提供卢布贷款 或与之开展证券不动产交易的时候 要获得俄政府外国投资监管委员会的许可 同时禁止从俄携带 按当日俄央行官方汇率折算的 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金出京 同时俄罗斯中央银行还采取了 诸如限制个人外币存款和账户提现 强制企业出售大部分外汇收入 暂停证券交易商 接受外国投资者出售额 有价证券委托等措施 就是为了封堵住卢布的迅速贬值 然而这些手段确实是有限的 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走低 2月28日跌到了119比1 3月9日更是一度跌破120比1 当时市面上流传说马上 卢布这个壁值就要跌破200比1了 虽然说俄罗斯拥有着超过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俄罗斯央行也拿出了真金白银在外汇市场上支撑卢布 但是很显然西方的制裁是一日猛似一日 到了3月13日俄罗斯财政部长说 俄罗斯大概30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 已经被西方所冻结了 美国也不按套路出牌了 对俄罗斯的制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像瑞士这样的中绿国都要拉过来 瑞士宣布冻结超过2000亿美元 俄罗斯人在瑞士的银行存款 本来俄罗斯希望在西方划定的规则之内跟你做游戏 我现在打仗了 经济不太稳定了 所以呢 我提高卢布的存款利率 我可以动用我天上的外汇储备支撑卢布的币值 可是人家一上来 美国就把桌子给掀了 你的银行被我踢出Swift系统了 你用任何传统的方式维持你卢布的币值 那是不可能的了 我就要在这看你的笑话了 好啊 既然你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 就不要怪人家也用非常规的武器了 3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宣布了卢布结算令 什么意思 俄罗斯中央政府公布了一个名单 大概有48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迄今为始 对俄罗斯抛出了各种各样制裁的不友好国家 俄罗斯说了 既然你们这些国家不友好 既然你们跟随美国已经把桌子都掀了 那对不起 以后你们再要跟俄罗斯买能源 你就必须使用卢布来结算了 以往俄罗斯卖给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天然气 58%用欧元结算 39%用美元结算 3%用英镑结算 普京说 从现在开始 什么货币我们都不要了 什么美元欧元英镑 在俄罗斯就是一张废纸 我们只要卢布 面对俄方的反制裁举措 西方世界这一期开峰会 他们一致表示 我们不接受俄罗斯的所谓卢布结算令 以前他们欠了合同的 必须用欧元美元英镑结算 凭什么要用卢布结算 可问题是 是你们先掀桌子的 是你们先把人家的外汇储备没收了 同时把人家的银行 剔除了SWIFT系统的 你让俄罗斯拿到一大把 买不了任何东西的美元欧元英镑 那人家当然就必须要你用卢布来结算了 对于整个欧洲而言 毕竟你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是仰赖着俄罗斯供应的 所以普京这个卢布结算令 是打折打在了七寸上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 你现在如果还想买石油和天然气 对不起 你就必须使用卢布 可是有国家有卢布吗 他们以往有卢布作为外汇储备吗 几乎没有啊 大家都存美元 存欧元 谁会存卢布啊 好啊 那么你现在就需要卢布了 如何搞到卢布呢 大概有三个方向 要不然你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 把俄罗斯急需的各种产品卖给俄罗斯 你可以获得卢布 要不然以往俄罗斯欠你们的各种美元债 欧元债 人家可以拿卢布来归还 拿到了卢布也可以买石油了 或者普京还给画了条道 那就是啊 你可以拿黄金来兑换卢 今天的俄罗斯中央银行是接受西方国家 拿黄金来换卢布的但是汇率是人家指定的 你想买人家的能源 你就得把你的宝贵的黄金储备拿出来 我们以往就讲过 当潮水退却的时候才能看出谁是真正有实力的 俄罗斯手里有大把的硬通货能源 就不愁卖不掉 甚至一看这个卢布结算令有效啊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说 以后这个古物金属化肥煤炭木材 这些通通都应当用卢布来结算 俄罗斯今天不单是个能源大国 更是一个粮食大国 欧洲不单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还需要俄罗斯的粮食 以往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是 美元是通用货币 美元是最坚挺的 美元是硬通货 所以国际交往之时 大家都愿意收美元 很多国家还都得必须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 大量的都是美元 对于俄罗斯也是这样 卖了石油天然气换得美元 他才可以跟别的国家进行贸易 可是今天美国把桌子掀了 俄罗斯拿到美元也买不了别的东西 那我还要美元这张废纸干什么 所以我干脆破罐子破摔 你要跟我做生意是不是 那对不起 你就只能使用我划定的卢布 自打普京发布卢布结算令之后 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 现在还没有开始拿卢布 跟俄罗斯买能源呢 卢布的币值就神奇般的回升了 到今天 一美元折算的卢布 大概又回到了80个左右 这基本跟占钱是持平的了 甚至很多人说 由于俄罗斯已经提高了 他存款的利率 从原来的百分之九点几 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了 现在换点卢布存到俄罗斯银行 你这个收益是相当好的 而且此前还有很多中国人抄底卢布 在最低股的时候买入 现在估计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俄罗斯的卢布 不但没有像几十年前那样 一夜之间贬值上百倍上千倍 甚至已经回到了战前 很显然 卢布币值的稳定 预示着俄罗斯未来经济的稳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今天已经把他们能用的经济制裁手段 通通都用了一遍了 已经把他们能拉拢的国家 通通都拉拢过来了 而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卢布币值回到了战前 这是不是预示着西方的制裁 对俄罗斯而言几乎就没什么用呢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对俄罗斯而言几乎就没什么用呢 对俄罗斯而言几乎就没什么用呢